美土关系降冰点之际中共外长王毅力挺土耳其 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土耳其深陷金融危机 导致土耳其里拉一度贬新20%状况严峻 但在土耳其与美国关系降到冰点之际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8日与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 通电话王毅在电话中表达支持土国 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捐据社会发展的努力 根据中共外交部公布的资讯王毅 除了表明中国致力于发展中土战略合作关系的原则立场外 还对卡夫索格鲁表示相信土耳其在总统爱多根塔伊波多等的领导下 土国人民一定能够团结一致 克服暂时困难实现稳定发展 王毅更说中国愿意和土耳其一起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新兴兴进一体的正当权益 卡夫索格鲁则表示土耳其会克服目前面临的挑战 会和中国加强战略沟通 也介绍了土耳其当前局势和土国的立场指出 会深化与中国的互利合作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不过 在中共外交部公布的内容上 并没有提到与美国有关的字眼 加强战略沟通 加强战略沟通